本周二十三个州以及至少两家大型煤炭公司 请求美国最高法院叫停拜登政府刚刚批准的 环境污染限制排放法规 流氏限制污染物排放最终将会导致电价上涨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有二十三个由共和党领导的州和至少两家煤炭公司 要求最高法院叫停拜登政府刚刚发布的限制排放法规 该法规旨在限制发电厂、拱和其他有毒金属的排放量 这项规定将铅、和鲲等有毒物质的排放量限制收紧了67% 对于一些历史上拱控制较宽松的煤电厂 该规定将拱排放限制收紧了70% 医疗记录显示上述有毒物质与儿童发育迟缓 以及普通人群的心脏病和癌症相关 在本周一提交的法庭文件中 各州辩称如果煤电厂决定关闭 该规定可能会导致电网问题 各州表示如果他们不照样去做 该规定将最终导致电价上涨 Westmoreland Co. 引员该法规的预期成本 认为应当在针对该规则的诉讼期间暂停实施 美国环境保护署尚未就诉讼发表评论 该机构于今年早些时候最终确定了该规则 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减少发电厂污染 和全球变暖排放的其他法规 当时该机构称这一系列法规保护了公众的健康 据悉向最高院请求暂停执行污染排放规则的州 由北达科他 西弗吉尼亚 阿拉斯加 阿肯瑟 乔治亚 爱达河 印第安纳 爱荷华 坎萨斯 肯塔基 路易斯安纳 密西西比 米苏里 蒙大拿 内布拉斯加 俄克拉河马 南卡罗莱纳 南达科他 铁纳西 德克萨斯 犹他 弗吉尼亚和怀恶明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